大家看现在整个西装满了 街上都没有人 你们现在过来也不用人几人 整个街上红乎一人 我偷了个大地 我不理解 16厂的西600块钱 我需要从4月中旬一直干 到6月接近底 多长的时间两个半月多 我白练一天100块钱 两个半月一万多块钱 我房住在上海一个月4000多 我还要吃还要喝吧 真的这个毁灭吧 真的毁灭吧 我觉得我自己清清可美的一个人 对工作也是认认真真的一个人 结果混了10年然后就这样 我真的很 我现在就真的很后悔 我考上大学我学了表演 因为我就为了那一点点 所谓的自己的梦想 在那消耗自己 但但凡今天跟我说是800块钱 我都不会有任何的 像现在这样 上海人我也不呆了 不呆了 我把现在这个工作结束了 抽空回去把东西都搬回来 搬回家吧 真的 不然要折瘦 真的 自己就这样 说明会变短 真的放过自己吧 真是有点悲哀 全国收入最高的医院是 中南医副院 年一页额超过200亿 等于每天有几千万的一页额 那么河南有企业 年收入能超过 增大医副院吗 是雨通牧原 还是增没金呢 其实他们都赶不上 增大医副院的收入 此外 河南市人民医院也上了 对一个省份来说 这说明了什么呢 真的细思极恐 深圳的城中村实体店冷清清 这里曾经是深圳的经济支柱 但现在却冷冷清清 很多店铺都在贴着转让的告示 有的甚至已经关门大吉 这些店铺的老板们 大多都是从内地来的 他们为了生活 来到深圳这个繁华的大都市 开启了自己的小店 然而现在深圳的发展越来越快 电商的兴起 让他们无法与之矿和 尽管他们也尝试过转型 但终究还是失败了 这个招工了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上面都是超过45岁 他都不要了 这个都是一些中介 贴出的招聘信息 就是17 18 19块几个小时 日节工嘛 反正有活着干 没活着没得干了 这边还有这个电池厂 电池厂招工 他们底薪是2230 反正工资如果能够拿到 4000 5000 6000的话 都是靠加班加出来的 不加班的话可能是拿不到的 这里16 19 十几块几个小时吧 你16块几个小时 你一天干10个小时就是160 你一天干12个小时就是19 就是这么个回事 上面写的什么高薪招聘 上面是3000到8000 工资3000到8000 你就按3000算就行了 因为他们的底薪都很低 底薪都是1800 1900 2000 高一点的2000多一点的 工加20块几个小时算是高薪 今天是我来杭州找工作的第一天 来之前我就花了两天时间 约到一个面试 说薪资面医 面医后说咱这没有底线 只有8%的提成 咱就说这能合理吗 合不合理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坐了11站地铁 走了两公里才到的 还有室外的杭州你要干嘛 热死我了 然后下午也面试了一个拆卡主播 让我回去等同志 估计是没戏了 这个暑假带你看看不一样的上海 穿沙新原路商业步行街 一条当地曾经繁华意识的步行街 然而时至今日 曾经的繁华已然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整条步行街都很冷清 即使是在周末人也很少 街上大部分店铺都关门了 只剩下最东头的几家还在苦苦支撑 新原路的步行街 曾经是这里最大的逛街点 然而随着电商的冲击 尤其是近些年来直播带货的兴起 让不少实体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而新冠疫情的到来 也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疫情三年 大家出门的机会大大减少 本就难做的实体更是雪上加霜 然后也就造成了新原路步行街如此的状况 尽管有疫情的原因 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昨天因为劳工整个月只发了把钱多工资 完全不够生活开销 我们发生了争吵 今天是人战利第二天 把钱多利工资再重新 根本不够我们以下三口开销 首先没有雷达不动的房贷就要无钱 这就已经取掉了打板 有网友说 房贷如此高 为什么不租房租 养力就不会怎么打了 我真立不想租房 我搬家搬伤心了 所以我老爸每天吃清晨 我都宁愿住在仔细的房子里 怎样不会提心调答 那天以为要被房东赶着搬家 我儿又正出于造成滴的时候 每个月来份 水果 肉 胆 那些都需要钱开销 有朋友说 我家我儿都怎么打了 还给他喝来份 说我一点都不解有 我作为母亲 我宁愿直接不吃 也不想回到那孩子 他一个月一起喝那么一两桶 一起花个几百块钱而已 我老公说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内需疲软 钢铁制造商为了生存 将过剩产品 大量出口至国际市场 导致中国上半年 钢铁出口量大幅增加 引发了多国的反倾销调查 专家警告 这可能会加剧中美贸易冲突 今年上半年 中国出口钢材5300万吨 同比增长24% 预计全年出口量 可能接近2015年创下的 1.1亿吨历史新高 同时 中国钢铁制造商的库存 也在迅速增加 显示出产能过剩 问题严重 日经亚洲报道 2020年前后 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库存水平 相差无几 而现在钢铁制造商的库存 已经增加了约400万吨 由于国内需求不足 库存堆积 企业开始大力出口 主要钢铁公司表示 中国出口增加 导致东南亚市场的 热闸钢卷价格 从2021年 至2022年中期的每吨 约700至900美元 暴跌至约510至520美元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热闸钢卷期货的近期结算价 也从去年年底的超过1000美元 大幅下降至1660美元 印度当局在2023到2024年 经济调查中警告 自2021年以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 导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 进一步导致全球钢价暴跌 报告指出 中国产能过剩对印度 越南 巴西等国的生产商 带来巨大压力 报告还提到 中国产能过剩 对新兴经济体构成威胁 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 对中国货品实施进口限制 同时在其他地方 加速推动自由贸易 以保护其国内制造商 报告中表示 中国已开始的这些进口限制 进行报复 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环境 更加复杂 根据越南海关总署的报告 今年上半年 越南钢铁进口量 创历史新高 超过822万吨 同比增长48% 进口额增加25% 6月的进口价格为 每吨727美元 同比下降17% 仅在6月 越南就进口了 88.6万吨热炸钢卷 相当于国内产量的151% 其中77%来自中国 越南专家建议 相关机构应继续制定 技术品质管理标准 和贸易救济措施 以防止劣质产品流入市场 去年 中国整体粗钢产量 略超过11吨 虽然出口量相对较小 但作为全球最大的粗钢生产国 其产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内需下降 可能导致过剩产能 扰乱全球市场 驻友商市全球研究中心表示 中国当局 于4月份 对国内钢铁制造商 和贸易公司 进行了调查 并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遏制粗钢生产的行动 但5月份粗钢产量 仍增加了2.7% 表明前产并没有进展 业内人士表示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就业 和财政状况恶化 可能鼓励维持现状 中国通过第三方国家 或其他方式 规避反倾销措施的间接出口 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 截至7月初 全球对中国产品发起的 反倾销调查数量 从去年的三起 增加到今年的时期 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国内生产过剩加剧 北京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 以刺激出口 从二提振经济 东京第一生命研究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 西斌彻表示 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 不可避免的将会加剧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